山柴探案十六 套丁風雲 夏 2006年11月17日 法官蔡惠蘭裁決當時說 污點證人陳英健雖然案底累累 但他沒有投訴被告陳一川的意圖和動機 被告在拘捕陳英健當時 已經懷疑溫學廉和林明榮同案有關 被告和陳英健見面當時 完全沒有提過溫學廉本人 法官相信陳英健早已和被告講出真相 陳英健雖然講出假版本 事後就和另一個警員什麼都講出來 法官裁定被告罪名成立 法庭在量刑時已考慮被告並不是私下犯案 僅僅服從上級指示做事 判今18個月 陳一川不復定罪提出上訴申請 2008年6月16日 尚訴庭法官密明康頒報判詞 控方證人陳英健在原審庭說 探員叫他指證同黨 包括他的大佬林明榮 但他不肯 申請人其後 依靠陳英健 改為指證其他人 和陳英健錄影作供之後 申請人將他帶到其他房間 以為講出真相 控方說申請人想保護林明榮 尚訴庭就認為如果事件屬實 申請人是不用在錄影作供之前 這個陳英健指證林明榮 亦都不用在錄影之後 要他講出真相 有關錄音和有關指控出現矛盾 控方不能夠清晰證明 申請人有妨礙司法公正意圖 尚訴庭批評已退去原審法官蔡惠南 不當地依賴188年之前 而且不合時議案例 定罪不穩 裁定上訴得值 案件不需要法還重審 陳一川上訴成功後 會申請復職 和律師商量是否向政府索償 陳一川說過往一直用正當手法查案 復職後也要盡心盡力調查案件 2012年4月30日 周健新被控防害司法公正 在區域法院受審 案件由區域法院站委法官陳仲恒審理 周健新選擇不作證 亦都不傳召辯方證人 控方安慨那陣透露 32歲的周健新在2004年4月27日 4月30日、5月3日和7日 四度去到麗芝國修法所 喊監那陣和陳英健說 如果不頂證林榮榮 可以得到20萬到30萬的報酬 周健新說 如果曾經見收錢之後仍然作供 就可能沒有命響過不淺 2004年7月28日 廉署在運頭堂村 運臨樓106室 拘捕周健新 律師說拘捕周健新的廉署 調查員周文遜 2010年8月因為行為不當 被廉署終止服務合約 法庭考慮 周文遜證供可信性那陣 要隔外小心 周健新錄口供那陣說 2月那陣被警員勾打 7月28日被拘捕那陣 一直感到很害怕 他怕廉署人員會打他 只是想快點離開 他作證那陣 好像貝爾先準備好的對白 交代廉署人員的對話 和他當時感慮驚慨的情況 是不相符的 控方證人陳英健在庭上承認 有濫用咳藥水的習慣 法庭考慮他的證供可靠性那陣 應該考慮濫用咳藥水 會不會對記憶有不良的影響 陳英健會不會因為個人利益 作出偽造無告周健新 周健新最終被裁定一項 妨礙司法公正罪名成立 2012年5月14日在區域法院判刑 周健新代表律師求婷那陣說 周健新在內地出生 1985年來香港 被當下發生在2004年 周健新被捕之後獲得警方和聯署批准保釋 沒有限制離開香港 他在2005年離開香港去了內地 同年12月一日毒品案 被內地執法機關判監8年 周健新爸爸去年去世那陣 他都不能出席喪禮 律師強調周健新防外司法公正失敗 他回香港之後做散工 沒有再與不良分子為伍 三位法官陳仲恒判刑那陣說 妨礙司法公正是嚴重罪行 判刑那陣要考慮這案 背後涉及的嚴重傷人案 被告作為雖然沒有成功 如果判得過輕 會鼓勵犯人妨礙司法公正 或者用這個方法來脫罪 法官判被告入獄5年 陳英健早前承認傷害溫恨真 判刑8年半 2007年4月12日 他以污點證人身份出庭作供 陳英健說 2004年1月15日 林榮榮遊說他犯案 承諾不會虧待他 但沒有提過籌金的數目 第一 陳英健和葉錦龍分頭師集 後來知道臨錯人收不到錢 辯方說 陳英健有服用吸藥水的習慣 曾經有使林榮榮的包弟 服飾七藥水 令到他要入住精神病院 陳英健和林榮榮早有職怨 質疑陳英健利用出庭作證 換取減輕刑期 2007年4月20日 陪審庭在高等法院 退庭商業5個小時 一致裁定被指為中間人的林榮榮 蓄以臨賦役 串謀臨賦役 和襲擊三項罪名成立 2007年4月23日 公園站在法官農禮指出 涉案父親和兒子的關係惡劣 主動聯絡被告 亦以出錢買兇打慢兒子 被告非但不像河洋人拒絕 還找人行兇 被告坦就無仇無怨 為了金錢利益 和人買兇弄盲人 沒有任何負義 法庭接納污點證人公辭 被告負責買強水 另一決定行空時間和地點 兩個受害人被點錯傷 山果店東煮也受了傷 法官判刑當時形容 這件案在法律界35年 遇到最冷血和惡毒案件 受害人傷勢令人震驚 被告沒有任何求情理由需要考慮 三項控罪分別判2年和18年同期執行 新界北粉黑組高級督察王志威 在庭外表示歡迎裁決 認為有阻嚇作用 他說黑手現在還未落網 警方會作中一步調查 現在證供英國控告這案的被告 和行兇的陳英健 只要有新證據才可以拘捕其他人 2007年6月7日 陳英健代表大律師在上早前提出減刑理由 他說陳英健雖然還在坐牢 但敢於出庭 還主要證人身份指證三合會背的同黨和警員 因為人身安全理由獲得獨立囚禁 在小南精神病院 律師說陳英健在2004年7月肌流期間 被人阻撓出庭作證 出獄之後他和家人的安全都成疑問 律師說陳英健大罪立功 主謀仍未落網 安全堪如上訴庭 理應再減刑 上訴庭法官原家寧宣判指 陳英健在2004年認罪之後 已是特殊理由才獲得輕判 由15年減到8年半 2006年到2007年 已是作證令案件再有大的進展 再獲減刑2年半 由8年半減到6年 被判18年監禁 林明明提出上訴申請 林明明的代表律師說 陪審團裁決有自相矛盾之言 男女事主兩個人同時被他人淋強水 陪審團只是相信污點證人證供 裁定傷害男事主罪成 傷害女事主罪名不成立 是自相矛盾 法官引導陪審聯那一陣不公道 則盡被告在警戒公辭承認參與的部分 沒有提到在公辭中否認的有關部分 2009年3月26日 上訴庭聽取控辯雙方陳詞之後 即時撲回被告的上訴申請 2011年上任的警務處處長曾偉雄 對衛陳一川辯護的警司余智雄抽後算帳 說余智雄的政工反映他未達到警司的專業水平 沒有利用機會解釋警隊的正確立場 令人誤解警隊贊成警員用私人的錄音器材 曾偉雄認為余智雄這些言論是不恰當的 3月當時作出紀錄處分 發出書面警告 禁止去升職或者被委任一年 余智雄提出上訴最終被駁回 53歲的余智雄 1976年加入警隊 服務警隊35年 駐守過多號警區 90年代尾曾經做過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俗稱O記的A隊警司 先後派駐屯門和大埔 擔任助理指揮官去回應事 余智雄在調查溫合連的女兒和嫉嫉 被林強案之後被流放到邊界警區 現在是中央交通圍利檢控組的警司 余智雄不服警務處處長的決定 2011年10月1日 入品高院申請司法覆核 入品狀指出 按警察通例及程序手冊 余智雄為陳一川做便安證人那一陣 是用私人身份作供的 並不是代表警隊 余智雄說警務人員會用私火錄音機 只是講了自己知道的事實 說他沒有解釋警方正確立場和令人誤解 這些指控都是不合理的 要由高院推翻曾偉雄的決定 這單是歷來申請司法覆核 紀律聆訊最高級的警務人員 2012年10月25日 這張司法覆核在高院審理 警務處處長代表律師認為 警察私人偷錄違反警察程序手冊 余智雄是言論失當的 余智雄代表大律師在庭上說 余智雄當時決定作供 是維護警隊聲譽 提及用私家攝錄器材問題時 被律師不斷打斷作供 令到沒有機會解釋和申辯 余智雄當時沒有意料到 會被問及這些問題 認為警方考慮懲罰他時 不應該太著重這些元素 高等法院站委法官韋毅智質疑警隊決定 認為余智雄當時 不是以署長發言人身份出席 聽完與眾雙方陳詞之後 押後判決 11月6日 法官韋毅致認為 余智雄以證人身份作供 警隊對他的指控不公平 判許勝訴 下令撤回去年3月 向余智雄發出的書面警告 警務署署署長要支付重費 法官判詞如下 申請人余智雄 答辯人警務署署署長 事件邵欣氏 余智雄在2004年駐守大埔重案組 陳調查大埔區議會前任副主席溫學聯 女兒和質疑租臨強案 該案最終須成功 將兩名犯案男子定罪 余智雄下屬偵執探員陳一川 被指在調查該案期間 涉嫌紀徒妨礙司法公正租聯署檢控 陳一川於2006年在區域發院審訊時 余智雄曾擔任陳一川的辯方證人 作供表示他指導有警務人員 會用私人錄音機 陸下與線人及證人的對話 陳一川在案中被裁定罪名成立 2008年上訴得席獲撤所有罪名 契陳一川作證後 余智雄被警務署署長指控 作供時未有利用機會向法庭解釋 使用私人錄音設備的做法 有違警方指引 警隊認為余智雄作證時 未達警司級專業水平 向余智雄發出警告 余智雄提出司法複合時表示 他當時以證人身份作供 非以警方發言人身份 余智雄的供詞肯中立 當時在庭上純粹交代 他對個別警員真實工作情況 他作證前曾準備一份供詞 內容沒提及警方內部指引等內容 余智雄作證時 無法估計會被問及什麼問題 要求作證時要依足警方指引 是超乎現實要求 警務處處長以余智雄身為資深且有經驗警員 指控他的供詞不夠專業 並非一個合理決定 警隊對余智雄所作指控 無實質事實基礎證明 裁定余智雄勝訴 下令撤銷對余智雄的警告 警隊要支付余智雄的証費 大埔刑事調查隊警員填開人 2013年5月到12月期間 六次向三個下屬借了200到1000元不等 合共2900元 現在遭到停職 他被控六項定名人員接收利益 否認控罪 案件在2015年4月24日 在粉朗法院開審 警員陳智雄作公當時說 2013年收到田海仁的電話問去借錢 先後將1500元傳入田海仁的賽馬會會口 陳智雄說自己從未和被告交過錢賭博 田方培民當時說 陳智雄和田海仁代為出錢290元 買了一張沙灘椅 田海仁後來才付錢陳智雄 田海仁和陳智雄之間經常都有錢來往 另一警員陳建盈作公當時說 田海仁三次在當日期間直接問去借200元 他說田海仁每次都沒有交代借錢的原因 只是有一次講過要去聯和區做點事 他同意便方說 田海仁可能拿錢買飯盒給同袍都不定 他事後也有還錢 條例列明人員如果沒有行政長官許可 不可以去撒取或者接受任何利益 包括向下屬借貸 5月28日裁判官裁決那陣說 案發那陣任職大埔刑事調查隊的警長田海仁 早前審訊出庭治便那陣說 有關的錢是市主在前年5月到12月期間 為田海仁佔資靠買物品的錢來的 而不是貸款 裁判官說被告在同警方進行錄影會面那陣 多撤提及借的字眼屢次強調自己已經還錢 由自己來看 田海仁很明顯知道他的錢是借的 電話求情那陣說 田海仁加入警隊36年 表現很出色 在警隊入面獲得結出表現獎 裁判官將案件爬後到下距11日判刑 待撒取社會服務令報告 田海仁期間莫准保釋 田海仁陸道同下屬借款一共2900元 經過審訊後裁定6項 定名人員接收利益罪名成立 被判160小時社會服務令和賠償 他不服定罪向高等法院上訴 11月26日法官頒下判詞說 申請人早前提出原審裁判官 拒置接納申請人證供屬於犯錯 原審裁判官錯誤感 沒有考慮涉案借款金額少 屬於社交性質 申請人是沒有貪污的動機 法官就說原審裁判官定罪穩妥 駁回上訴 溫學廉最終沒有因爲撥抗事件被檢控 溫氏副主雖然細成水火 反目到今日 兩個人的吐聽生意仍然繼續 由溫幸平主導 溫幸平降絕政商界兩方面發展 2014年獲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 曾經丹麥國新界青年聯會 大部區泡泡罪行委員會等公職 廣東省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 2018年3月7日 香港興臨同胸總會 2018年報率年春節聯歡晚會 在九龍灣國際展覽中心展貿廳舉行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曾健 中聯辦教科部部長李老 中聯辦社工部部長楊某 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力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署長曾凱凡等主例 香港興臨同胸總會理事長溫學廉 呼籲發揮客家人力量支持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在3月11日立法會補選中 襲擊力量投下手中神聖一票 務求被愛國愛港候選人順利當選 2019年7月21日 林明明和其他人在元朗街頭和元朗站出現 她當時是穿白色衣服的 找到一張照片